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镇子借宿了一宿 妹妹小安也是在勾红晚会上认识了她的男朋友 而且两人还约定下次再见 回去之后的父亲发现镇上有一些不法分子 就决定暂时不要再去镇上了 这自然就受到了小安的强烈反对 但是父亲与姐姐小娜都不以为然 父亲认为他们只要有足够的水和食物就可以了 这才是最重要的 但是姐妹两人都表现出强烈的不适应 小娜在镇上练舞的时候 被老师隐晦地说出自己不适合参加全国的争选 回到家后的小娜 只好配合节拍继续练习 没有智能的音乐伴奏使得小娜非常着急 突然有一天 父亲与往常一样出门砍树 但是不幸的是 电锯的螺丝不小心脱落 握伤了大腿导致血流不止 两姐妹闻声赶来 父亲告诉两人要相依为命就离开了 失去父亲的两姐妹在生活中难免会有摩擦 姐姐也想要靠音乐跳舞 但这会损耗最后一桶汽油 妹妹坚决不让 之后 妹妹的男友来到他们家 两人也就发生了关系 姐姐告诉妹妹家里的食材不多了 让妹妹千万不要怀孕 男友告诉小安 东边的城市已经有电了 但是妹妹始终放心不下姐姐 就和男友分手 于是两人也学会了在野外生活 有一天 妹妹出去 姐姐被当初的收货员侮辱了 伤心的姐姐就从此变得沉默 小安为了保护姐姐 就一直守在姐姐身边 却发现自己怀孕了 小娜决定生下这个无辜的生命 于是 两人离开的房子 去往别处生活 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要是做完世界都没有电了 你最想和谁待在一起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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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